在奇葩说变题 20岁有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 我该不该要这一期 姜思达回归了 且一回归就上了热搜 让网友们高喊着爷亲回 奇葩说播出7年 姜思达成名7年 这是一个对他来说再适合不过的题目 这次我们也和他聊了聊 在他20岁的一夜成名之后 他为自己活出了怎样的答案 你回奇葩说那一期上了热搜 为什么会去参加那一期呢 在这一期刚开始的时候就有邀请 当时我就在考虑了 不过我没有选择整机投资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如果去的话 别人就什么事都看不了 就是他们有这么一个设置 让我能够回去稍微玩一下 就再回去见见大家 我觉得挺好的 你还会在意之前的事情吗 因为这个事在整个娱乐圈里 真的也太小 然后我不想说 只要一想起你 都是传这门乱谷的那些破事 会有很个别的 就喜欢我的人 你说你当时的离开 是那样那样那样的 现在怎么还会回去呢 他会有些不开心 会觉得说 那是一个那样的地方 那现在又回去了 首先那也不是一个哪样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节目 所以我没有把这个事想象 那么入戏 就可能会有很多观众 他们比当时更入戏 但这件事是源于他都喜欢的 这我都能理解 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放了第一季的照片 你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怀旧的对象了 确实挺久的 一次年的节目 这都21年了 七年了 七年了 你说第七季好像都没什么概念 但你说七年这件事就真的很可怕 我才活了四个七年 我有其中的一个七年 居然是在这个IP里面了 我就挺感谢的 还能记着的 那这七年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获得了认可 这个对我很重要 现在有人认可 静也有人认可 静有人在我和主流意见 非常不一致的情况之下 表达对我的人 这是稀缺体验 所以我经常换的换是一个点的在于 如果有平等宇宙 或者如果你重罚自己十多岁 多多岁的时候我都给六块钱 我带着现在的意志回去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向大家证明说 他以后我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妈你现在不用着急 我们家以后能住上好房子 就我该怎么说服他 我该怎么告诉他说 这些事会让他相信 那叫不会相信 我跟我妈说 我说妈其实我是从2021年传越回来的 我们后面干了这些事 咱们有个节目叫 亲爸说妈东你知道吧 我上了他的节目 然后后来我自己创业 然后嘎嘎嘎嘎的 然后那个咱们后面住的房子住的非常非常好 你每天六块非常开心 你不会信的 我跟我身边的同学说 你现在要跟我出好关系 你别来会用得到我 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这份认可在你的成长过程里 都是比较稀缺的 我是会非常羡慕很多 被大家喜欢的 也没有那么有名气的人 比如说微博 或者十万粉丝 这种文化的自重人 我都会觉得他们的才华 和他们的理解说望尘莫及 我知道如果我不上节目的话 我是不会获得像他们这样的观众度 当然我现在的观众观众 远远是比他们大 我经常会坠坠故爱 都会让我觉得我不行 但我一方面 我又知道我自己挺行的 因为比我更红的大X万件好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实质其实仍然有认可我 或者是爱我 我可以再表脸一点 离开节目后你都做了什么 你在还没有短节目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透明人 当时都没有这种形态的内容 就我非常早干这事了 17年了 不过那个是不是中长视频 那大家都定义都在变 所以我真的我懒得跟平台去back说 什么叫5分钟到10分钟是什么中视频 我觉得就是都不特别愉确了 比如有些约定俗成说咱们是一个短的视频 那我大概是能懂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看到很多东西都看好 什么叫中视频的领域 我就觉得 那就毁灭吧 真的毁灭了 比较好多的 看三次了 之前发微博 就大家都在聊这个绿 那绿的 我就说那红楼梦留存率是多少 很真实 那在2020年你的事业都有什么变化吗 看到你开始做起了艺术 红楼梦开的一个回忆 我想在未来的项目里面 尽可能向艺术方向转型 艺术大类啊 艺术方向 比如编缘那一套片子 是基于这个结论 才我这么做呢 否则我们当然可以做 更具有传播效能的 比如说我采访了这个导演的短视频 我采访了那个演员 然后我采访了这个素人 然后我们绑合一起 哇 你看 我想咋又去采访人了 然后下半年呢 开始就是从那次开会 我决定往这个方向去弄 然后去做了变远这个片 然后我逐渐开始就做了艺术项目 就是自己 把自己封闭了一段时间 然后没有任何的联络 手机都不带 八天吧 完全在一个 就也没出击 没有任何方式 然后算了做作品 可以多讲讲你的这个展吗 这个展叫爱我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 用这种方式 去跟大家对话的东西 八天做了一个大的作品 叫《词力不能断》 隔三笔乘三笔乘三笔的立方题 的内部 用我的所有的思路图满 有文字 有无法被识别的文字 画 然后我在那这几天 基本是用五六天的时间 就在图那个房间 然后我们把这个房间 移到了这个展庭里边 《诗力不能断》里边 基本是看不出来 这一段说的是什么 但是我在里面倾注了 我所有的能量和秘密 隐私 荒稀和悲伤 就都在里面 然后我在那每天 就是以一瓶酒 因为我五两就也没有手机 然后就每天在那儿换 时间非常的紧凑 早上醒了开始 一直到晚上 因为我还有小表 就是到一两点钟收工 然后很累很累 因为很多是顶上 我都踩梯子上 然后就在看这些时候 都把这个东西摆过去 其他人能看出你的这些秘密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能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涂鸦 OK 他看到的是情绪 OK 然后他看到的是节作 OK 他看到什么是什么 比如说像《三天可见》 还有你做的一些内容 其实也有一点点就是 自我暴露的内容在 自我暴露和保护自己怎么权衡 我觉得我有一种暴露屁 暴露屁 就是我也有精神 我觉得我就很喜欢暴露 和玩 它可能是我的一个创作路径 就我的创作里面 经常会有这个色彩 就比如说跟大家一起夜走 我把自己突然间暴露 在一个公共的环境里面 然后和大家躺下 我把自己突然间暴露 在那些下午院以外躺的人面前 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任何教育 就刮过 对吧 就很喜欢 我觉得很刺激 它是基于你是一个 名人和明星的身份 这种情况怎么保护自己 不追于一个人不保护 不追于一个人不保护 它的快乐的人 就是因为你没有在保护自己 所以我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纠结 我唯一对自己的保护 就是我每天暴露 但是我当然在暴露的时候 我就不谈暴露 因为被保护的暴露 是比较暴露 你现在可能还是一个 会通过着装 去释放性感气号的人 但经常还会引人争议 你有没有想过在公共场合不再坚持这件事呢 我不太会因为别人的保守路线 除非今天这个活动 它有保守的义务 你不能在别人的葬礼上穿着非常诡异 不太合适 所以那就是良事 但反正我就是这样 这会让我觉得 我在做我自己 陈青做不到我 我的核心是 我是不想给别人带来更多麻烦 如果我的情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那我就会压住他 但如果我认为此时此刻 我有必要让你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 我就会释放给你 所以他都给予我当他的判断 这就会让别人对我产生误解 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化非常强的人 你是个感性的人 如果还在拿人感性和理性当作这个篇评的话 就我只有那一个朋友他说 说江斯达他们说的都是 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 他很认真的讲的话 当我说对啊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江斯达上热搜那天 他在公园溜达 看书晒太阳 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 那只是普通的一天 至于其他的好坏评论 也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给我们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